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Five,神早新聞部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8月20日,星期日 今天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間中有驟雨及雷暴 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 最高氣韻31度 是,嘩 今天看到的新聞,有人跳樓 每天都有 尖沙咀有個金髮女人 魏站 美女來的應該是 看我記者拍到那張照片的正貨 這麼搞笑的 怎樣呢? 另外有很多工人離奇死亡 電死的有 離奇撤死的有 跌死的有 一天裏面三宗,真是恐怖 另外有羅冠聰的大嫂 被國安帶走 父母啊 阿哥啊 大嫂也帶走了 厲害厲害 詳細新聞內容 哇,日日下雨的 來香港,未來九天繼續下雨 下星期三 那個節慶叫儲暑 最高32度 也很棒 為什麼很棒 下雨 空氣是好的 懸佛粒子被水打到地上 珍惜美好的空氣 六合彩 頭長兩駐中 1273萬 要瓜分 那就可憐了 8號14 1820 2325 特別號碼44 頭長兩駐中 才派6369,920元 800萬也不夠 二長九駐中 每駐派175,540元 嘩,真可憐 二長我聽過可以二百萬 現在只有十七萬多 三長都不說了 可能太少了 唉,真是 看看誰不幸運 其實是幸運的 有得中好過沒得中 不過這次中了的運用 就是運也不太大 說一些厲害的事情 機場網頁故障 航班資料未能即時更新 機管局 呼籲大家用手機APP 好了,糟糕了 機場堵塞到爆廠 網頁發生故障 部分航班資料未即時更新 哦,你看不到 時間有沒有轉 有沒有延遲 那些 應該沒什麼事 星期日不是很多人飛出去 星期五、六才多 通常來說 星期日的人回來 今天下午多人離開 你以為去外地 星期日很爆 其實不是 星期日早上還有人出來 吃早餐 下午的人去機場 好了 今天另外說 星期日 那麼多單 這些事情 又說一下 垃石屎 柴灣有攻下 外牆垃石屎 消防員移除石屎 批檔 哇,真恐怖 一米乘半米 凹死人 昨天下午三點 柴灣安業街 那些工業大廈 整個塌下來 消防員先去看看 移除了潛在風險那些 事故沒有人受傷 要了解一下 和勘察一下 每天都有 港鐵今天推出優惠搭車 東鐵往來 羅湖和洛馬州 半價 今天人們都回大陸了 搭車有半價 今天不回何時回 今天本身已經逼爆了 那怎麼辦 又說什麼 上去的人 比下來的人 一百萬還鼓勵人上去 資金外流 不管 最重要是搞和外場 上去多 悶了就下來了 是不是 那些人 不是的 上面的錢很花 留錢上去花 你不要想太多 今天是感謝日 原來 大家坐車 都很棒 好 另外說一下 中環 貨船撞 政府碼頭 二十米鐵欄 就損毀了 嘩 這樣也有 昨天下午兩點 一個三十米長的貨船 失控 撞到中環民輝街 政府碼頭 鐵欄都爛了 嘩 所以什麼都有意外 你坐船很危險 小心一點 沒事沒事 那次在泰國 你是不是這麼害怕 坐這些 渡海輪 我說不害怕 我說不害怕 裡面完全沒有救生衣 什麼都沒有 很近 你懂得游泳 很近 然後 過了兩個星期 在泰國 然後有一架觀光船 跌了兩個人下水 然後死了 不害怕 怎麼不害怕 你不會害怕 不是不害怕 會害怕就沒有辦法 怕和不害怕都是這樣的 好 另外看看 深水埗男人欠交罰款被通緝 遇查時 施襲 反抗 打警察 警察被人壓在地上 噴他胡椒噴霧 說昨天晚上7點 深水埗進行反罪惡巡邏 勵之角度北河街交界 有個形跡可疑的男人 同時揭發他因為欠交三張罰款被通緝 被人拘捕時 情緒激動 作出反抗 出手施襲 人員最後以胡椒噴霧把他制服 事件中 一名執法人員眼、手、頭受傷 襲警拒捕 這個男人姓歐陽 48歲 說膝蓋受傷 要去醫院 都讓你去 真的 打大交 昨天油麻地 夜店10人打鬥 4人受傷送軟 反恐特勤隊到場 看看什麼 19號凌晨4點 10人在彌敦道 金漢大廈卡拉OK夜總會喝酒消遣 不懂的 懷飲醉酒的酒精影響下 你打我打你 老母老母哪裏哪裏哪裏 其間有人就地取材 爆樽 4人受傷清醒送軟 其餘沒什麼事 反恐特勤隊 反黑組那些 拿盾牌 案件列作 襲擊 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跟進 這些沒什麼大事 有些厲害的那些 搞黑社會那些 我見過那些警犬隊 找什麼去 警犬隊 那些大狗 人家跟它吵 那些狗沒有什麼 那些狗都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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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你兇嗎 你不夠那些 那些警犬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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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看到 嘩 這件事是不是可以放在娛樂廣 放在娛樂廣 有一個DJ去做了附近 這個可以放在娛樂廣 稍後再告訴你們 另外 說一下 羅冠聰遭國安通緝 大嫂被國安帶走助查 真是 真是個個都問一下 八個 就是潛逃海外的港人 很多人潛逃 香港 有些人跑去英國 有些人跑去英國 做些犯法事 現在有人在網上吹花我 那個其中一個 那個我看看如何招呼你 流亡英國前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 國安處人員到東聰 一個村屋拍門 帶走羅冠聰大嫂坐茶 嘩 他媽媽兄長也住在那裡 原來 羅冠聰在2020年8月社交平台表示 這次 離港後沒有聯絡親人 正式和他們斷絕關係 不再往來 又指所有海外倡議工作 是個人身份 沒有任何政治聯繫 沒有收錢 報紙這樣寫 我這樣讀 說一下離奇死亡的案件 昨天不是有一宗在村屋下跌下來嗎 我也說奇怪 在村屋下跌下來 是不是 那宗來的 不是 另外一宗來的 塌牆 昨天那宗清醒 嘩這宗誇張 昨天下午4點 元朗田寮村 荒廢村屋拆牆 突然間一幅一米乘兩米 牆壁塌下來 40歲男工人走避不及 壓住 哇 親友 不是親友 公友見狀 馬上去報警 救援人員趕至現場 頭部受傷陷入氛圍 救護車送他到博愛醫院搶救 下午5點 證實死亡 勞工署發言人表示 接到意外已經 即時派人到現場 現證意外的原因 展開調查 事主和公友當時在拆牆 懷疑他們架設的木坊 未能充分發揮 頂不住 導致牆壁塌下來 扎著他上半身 嘩 真慘 這樣扎死 勞工署發言人表示 知道意外發生之後 已經馬上派人來調查 暫時停工 其實停工是調查 但你所謂的一米乘兩米 和平時 昨天說差點打死人的石屎差不多大 嘩 說到其實死了很多人 昨天赤立國航天城東路 長沙環麗康街工地 都死了兩個人 我形容工業商亡權益會 形容是建築業最黑暗的一天 一天內死了三個人 嘩 真是 真是慘 真是慘 這個大嶼山赤立國航天城東路航天城 施工期間突然間觸電 救援人員到場 34歲 和他急救 送院搶救 證實死亡 他沒有長期病患 他住在東充滿東村 和人們做博電 爬上四米高 假天花位置工作 十分鐘後 同事見過沒有反應 於是爬上去看 分了一迷 拍他不醒 沒有反應 就是報警 經過初步驗屍 發現死者手指有被電傷 導致脫皮 未見他的觸電傷小 但是需要進一步驗屍 才可以確定死因 嘩 真是恐怖 大概應該是電死的 電到脫皮 應該是 不會突然撤死 什麼不會 有的 第三宗 長沙灣工地 男子梯間內雲島 送院證實死亡 這宗是離奇死亡 早上 昨天八點四個小時 長沙灣麗康街 一個工地裡 一個姓丁 五十四歲男工人 在樓梯暈倒 陷入昏迷 女同事發現報警 什麼事 送到明愛醫院 救救不到 證實死亡 驗屍後才知道他怎麼死 後樓梯暈倒 死了 嘩 真是厲害 三宗 昨天是最黑暗的一天 三個工人 這樣死 平日一宗都厲害 做三宗 恐怖 另外有一宗恐怖交通以外 神經病的私家車 在紅綠燈上 我怎麼形容 好像武師採青一樣 整個車頭上去紅綠燈的頂上 車子砸起了 男司機女乘客汽車逃走 人家走了 狀元走 喝酒吧 怎麼會剷得上去的呢 你要有薄才能上去的 怎麼會這樣上去的 真是離譜的 嘩 剷起了一輛車 今早7點鐘 九龍塘窩打老道 思稅方向行駛 懷疑失控剷上安全島 整輛車叫起 浪在交通燈上 有途徑駕駛者看到這樣 他擔心裡面有人困住 那就報警了 意外之後 看到男司機女乘客 又爬了出來 車子有機油漏出 嘩 接著說撞歪了一支交通燈 向那邊漏油 消防員到場戒備 鋪一些木匡 吸油 現在正在找司機的身份 人家走了 喝酒 或者吃了東西 嘩 真是很驚險 很亡命 整件事 好 今天說一下什麼 旺角紅的衝燈 Tesla被擦過的車頭損毀 說損毀都撞爛了 車子亂來 武龍感冒 的士衝燈 撞到Tesla司機的頸子受傷 67歲的士司機沒有受傷 這些就要抓 衝燈撞了 老危 危險駕駛 離譜 另外電單車 撞到變成夾心餅 竟然人沒事 車爛了 昨天在荷文田 白色七人車 還沒有留意路面的情況 人停不停 一夾在電單車上 差點夾死的人 車爛了 人沒事 他很厲害 有時候人死了 車沒有事 幸好電單車頂得住 鐵騎士變成了人肉三文治 他就欠少許力 他就欠少許 他如果給油膩踩下去 他就受不了 他這些都是要 有些功德 不然也不會再生 這些用什麼死 這樣夾下去 好 另外看看 我想說那單 跳樓 尖沙咀十九歲 只有十九歲 金髮女 商場天橋危站三個鐘 消防開氣展 警方勸回 這個位置我之前已經見過人跳樓 在金巴里道近尼敦道交界 昨天下午三點 金髮女在商場天橋高處危站 他爸爸目擊 然後報警 他爸爸知道他在那裡 爸爸看著他 他上去想跳樓 警方接報趕至 派了這個談判專家勸他 而消防在天橋下開了氣展 我上次見過也是開了氣展 由三點搞到六點 警方成功把這個十九歲的女生勸回安全位置 事件目前仍在調查中 不開心 這些搞到當時那輛車人士 行不到的 車在下面 因為他開了氣展 那就珍惜生命 靚妹 染到一塊金色的靚靚女 女兒跳樓 人生難得 竟然跑去搞這些事情 好 另外又說說 很多和平時很不同的新聞 要跟大家說說 先說這件簡單的事 荃灣街頭賭博 五男女被捕 阿伯和一位阿姐 年齡介乎67至80歲 有些賭具 另外 在錄口供期間 接獲假警員來電 澳門婦人失去四千元 還在錄口供 突然有個假警員 這是電騙 到執法部門檢舉途中 不相信騙徒假扮的警員 按指示 澳門婦約四千元 指給澳門 他往直至於司警局 問完再接騙徒來電 索款 才發現被騙 再報警 你真厲害了 入了警局 我正在報警 突然有人找你 我是警察 入四千元下來 他又相信 真的入了 出去發現沒有這樣的事 再報警 你說真的 在警察局也未必安全 竟然是這樣 人家打去 或者是 我是警察 他立刻說 我正在來警局 那對方 打蛇除君相 他說 是呀是呀 我是警察 要求市主 幫我買些東西 市主說 我不熟 推了他 不熟 你先轉四千元給我 待會你進入警局 我還給你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走去 走去警局 途中 被人騙錢 進去才知道 被人 動了 新聞 每天都有 有時候的東西 很有趣 好 講到澳門 講到賭錢 有個 專題這樣做 他說 有四成大學生 參與傳統賭博 有一半 就為賺錢 另外有80% 相信會贏錢 賭錢 四成大學生 有八成 相信賭錢會贏錢 賭錢會贏錢 贏多還是贏少 輸多還是贏多 一定會贏 一定會贏 一定有機會贏 即是說現在大學生 根本上都不懂得計算 看你懂不懂計算 贏錢 看你賭什麼 傳統賭博 賭馬你懂得賭 懂得看也未必輸 但你長賭就輸 有時候肯定會賭 有時候 明知不行 隨便買就是二號 賭一下看看 過癮 玩一下 那些年輕人 賭錢 玩十元二十元 不要緊 他們玩到借貴理 那個臭 那些大專生 十九至二十五歲 唉 真是 我當時認識的年輕人 賭錢比我少 買長波 還要過關 跟我說五六千元 不是哪有肉吃 輸得走老了 神經病 我那隻在尖沙追看那個男銷售市 跟銷售市有個吹嘴 他說 買了昨天長波一萬多人 嘩 我心想你一個月站在那裡 都是萬多元 賭場波一萬多元 很快都真的見不到 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人都是病態賭徒 有問題的 那些人 好了 另外說一說 有些人做生意挺好的 又是專題 在那些大坑新村 有個叫做自由電器開了六年 自由的字 油和的油 跟其他老店對比 他開了六年 但是老闆說 一開始都不知道怎樣做 這是怎樣的新聞 他說其實很有人情味 他說 你買電器 有貨你才付錢 不用付訂金 他說這區老區 那些人比較有口齒 他相信過那些人 這些都是新聞 都算是新聞 我覺得 他說 其實環境這麼差 找到這麼遠 很難維生 生意有極大影響我 因為八、九成是熟客做的 如果他搬走了之後 就沒有人買東西 但問題是 你香港人有些很狡惑 他說 要的轉頭不愛 他說這件貨要訂的 可以了 到貨你才付錢 你這樣做生意 你也是 保障自己好些 你店鋪 如果放了東西 沒有位置 好人 香港 我覺得香港 數目要分明 人情還人情 好人好人 最多 這些東西跟足一點 就這樣算 你全個行頭都做 要付訂金 你不付 就什麼 好像我這樣 如果你說找我做事 我要先付訂金 付一半 交貨付一半 有些人不是的 做完交貨 之後慢慢再說 過多兩三個月 出糧給你 你這樣說 好像賣電器 到貨才付錢 好像很好 好人情味 像我們那些網絡人 Artist 都不知多少時候 都是 什麼片酬 人工 做完事 兩三個月都未出糧 我們本身已經是這樣 是啊 真是可憐 好 另外 香港人申請和台灣 經常被拒絕 台灣監察院說 會交代理由 交代理由 什麼交代理由 都知道什麼事 政治籌碼 這些 這個交代理由 只是給我交代香港人 純粹 沒什麼好說 這些就 好 講一下 教你們吃東西 因為吃飯 是高升堂指數 百米是不健康的 百米本身就是 很多病的元兇 是 看到 教別人用果仁 拌飯吃 和五穀一起吃 穩定血糖 好東西 是啊 因為果仁有植物蛋白 各樣 你不用 一吃就吃了糖分 還有 教你吃東西的次序 吃東西的次序本身 其實沒有什麼 只有三種東西 天下間 蔬菜 肉類 還有 飯 即是澱粉質 你會先吃哪些東西 你選擇這東西 你就已經 選擇了你的健康 有些人先吃一口飯 有些人先吃意粉 先吃咬豆包 先吃蔬菜 你等血糖 不要一天飆上去 先吃蔬菜 吃什麼 吃肉 因為肉難消化 如果你一吃飯 血糖就飆上去 飆上去 慢慢吃 慢慢吃 它掉下來你就肚餓 它一掉下來 你就會感到肚餓 就越吃越多 所以你吃東西都有次序 這些可以幫助你的生命健康 好 另外 什麼都拿來講 炭排放 環保的問題 有63%來自發電 當然 這些人現在天氣熱 就開冷氣 希望低碳生活 變成風氣和潮流 說鬼嗎 香港 說環保 立了法才說話 學一下人家日韓 韓國才厲害 那些環保 廚餘也要回收 廚餘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肥料 廚餘要另外拿袋進去 扔去一個鬼 是啊 還有什麼 分類那些 人家日韓做得很好 它算是一個國家 它愛護它的城市 日本沒有辦法 它太多天災 但是它 人家的教育也好 周圍沒有垃圾桶 通街也沒有垃圾 但是大區也有 大阪東京晚上有老鼠 也有垃圾 但是你看福江 真厲害 簡直是模範城市 為什麼人家說 去日本住福江 地震少 人家又站在你 香港不是的 你看哪個區 像深水埗區 街市附近 哇 骯髒了 但是日本的街市 又是乾乾淨淨 沒有水濕來濕去 那些日本人本身教得好 現在搞到我去健身 正常來說 我們香港放下啞鈴就算了 他們不是的 他們做完健身的啞鈴 要用紙巾噴了消毒酒精 消毒完才給你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 他們不用裝作 他們不是做給別人看 他們本身是這樣的 那個性格 那些事情就是事事正正 站在你 就不會在香港這樣 哇 到處套淡 我在日本真的沒有見過人套淡 說實話 是的 所以香港人 你說碳排放的那些是用電 基本上你是惡性循環 很多人的冷氣不用開這麼冷 神經病 你25、6度都可以 舒舒服服 你不是要冷 你冷 根本上我有個朋友 他整天的房間好像臉房一樣 他真的不放長命 為什麼呢 他30多歲就中風 他本身的血脂高 他人是肥的 經常覺得熱 熱什麼 脂肪包著人 肥他又不去減 開到房間好像臉房一樣 然後冷縮熱脹的血管又受不了 又中風 他真的搞不定 你香港有些人 根本上你說 我經常叫熱叫熱 是什麼 陰虛 中醫來說要陰虛 所以就這樣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